怀孕的初期 体内的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HCG 它的浓度是比较低的 而部分的饮食或是药物 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尿液中HCG的浓度 所以使用 来检测会比较准确喔 正确用药保兴安 常备药品求新安 大家好我是药师陈寅安 厌孕棒跟厌孕试指是非常方便 就能得知是否怀孕的方法 不过很多人对于正确的用法 还不是非常的了解 是关于一条小生命的诞生 甚至可能影响你往后的人生 关于厌孕的大小事 宜安药师今天就帮大家上一堂健康胃教课 各位蜜粉们记得跟上啰 使用厌孕棒呢 我们可以简单的分成五个步骤 首先呢你要先阅读正确的使用说明书 接下来呢 使用干净的而且干燥的杯子 盛装尿液 然后呢拿起你的厌孕棒 把前端放到尿液里头 那注意这边不要放反啰 接着呢等待大概五分钟的时间 正常来说呢 你的直控线也就是这个C区呢 首先会出现第一条线 那如果二分钟之内这条线都没有出现的话 表示它是无效的 或是厌孕失败 最后呢就是等待大约五到十分钟 看这个反应线T区的结果 来决定如何判读 要注意呢不要让尿液污染到我们的试剂 过程中也要保持耐心以免影响判读结果哦 如果检测之后 你的C区跟T区都出现了明显的线条 也就是我俗称的两条线 就表示你有可能怀孕啦 那在正常的使用状况下 其实检测的准确率可以高达九成 但是任何的检测工具呢 都存在着伪阳性或是伪阴性的风险 在检测到两条线之后呢 建议大家还是尽快到医院 进行进一步的血液或是长一波检查哦 所谓的一条线呢 就是C区有线但是T区没有 这样的状况表示你可能是没有怀孕的 那也有很多人遇到像这样一深一浅的状况 就是C区比较明显但是T区的颜色比较淡 这种状况下表示你还是有可能是怀孕的哦 建议可以在隔桌检测一次 或者是进出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在怀孕的初期呢 体内的人类绒毛膜促性腺激素也就是我们所称的HCG 它的浓度是比较低的 而部分的饮食呢或是药物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尿液中HCG的浓度 所以使用早晨的低胖成尿来检测会比较准确哦 如果你的旌旗一向很规律 但是月经却没有在该来的时候来就可以验孕 如果你的旌旗是比较不规律的 可以用最后一次性行为的时间做推断 胚摊除床与子宫之后呢 大约6到12天这个HCG就会开始产生了 所以建议在最后一次性行为的14天后进行验孕 一般来说呢受精之后的14天检测结果就可以高达9成 时间越长也会有越准确的结果哦 假性怀孕呢是指身体有怀孕的征兆 但实际上并没有怀孕 可能是身体内分泌或是药物的影响所导致 那这样的症状呢可能会有月经没有来 乳房腹部有胀痛的状况 额心有痛或是体重增加 以下呢是可能导致假性怀孕的原因 第一点呢是心理因素 有些女性因为求子心切导致压力过大 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一次怀孕的状况发生 但是体内的HCG在这种状况下是不会增加的 第二点呢是验孕产品操作不大 验孕包或是验孕市值都是有保存期限的 使用前务必要留意 如果用到过期的产品或是使用的过程不正确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伪阴性或是伪阳性的结果 第三点是疾病因素 肺癌、卵巢肿瘤或是红斑性狼虫的患者 他们体内的HCG濃度是比较高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验孕出来的结果可能就会呈现阳性 第四点早期流产 虽然有短症的受孕 但是可能由于基因或是染色体的异常 导致到医院检查时便发现胎儿已经流产的情况 第五点人工受孕或是试管婴儿疗程 正在接受不愿孕症治疗的人呢 会在体内注射HCG浓度自然就会比一般人更高 验孕的时期呢要遵照医生的建议 如果在注射药剂未买一周周验孕的话 结果也会产生误差了 有通过E-L审核4号的验孕产品 准确率都高达97% 所以购买的通路并不会影响到检测的结果 剩下的3%可能就是上述提到的假性怀孕的风险 只要遵守正确的使用步骤与时机 检验的结果都是非常可靠的 如果对于产品还有疑虑 可以到药局或是药妆店购买 请专业的药师为你解惑哦 一样药师也提醒各位蜜粉们 只要没有避孕的措施呢都要记得验孕 如果检查到两条线 也建议大家尽快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除了再次检验是否怀孕之外呢 也可以透过超音部落来确认胎囊有无被看见 以及着床的位置是否正确 以并检查宝宝的健康哦 如果检测到两条线 也建议大家要进一步到医院 如果检测到两条线呢 也建议大家要 算了我不用刚刚弯条头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着喜欢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